接着输入会不会影响到世界的局势呢? 现在黑海的粮食协议可能会复燃 可能俄罗斯愿意谈来 但现在暂时停了 俄罗斯封了黑海 有美国的死神无人机 去过黑海俄罗斯就说有一架苏三十战机升空拦截它 也出现了乌克兰水上无人机 即是水上快艇炸一只商船 也是紧张的 世界局势不单止粮食问题而紧张 还有其实世界有几个地方 都有些冲突 首先最近我们在南海 菲律宾想派船去补给 现在已经处军 他处军很少 只有几个军人的一个岛礁 但是大陆就是拿一只余政船 或者一只海政船射水炮去阻止 这个大陆不是没有 是很少 不是没有的 是有的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况且大家要知道 大陆一直在想菲律宾的 一直希望跟菲律宾搞好一些关系 但是这样做 这个是很紧张的 第二 就是俄乌战争未停 乌克兰继续想反攻 俄罗斯也未停战 第三 就是白俄罗斯和波兰都开始起了架 波兰已经分化了武器 给在波兰边界新增注册的军队 为什么呢? 波兰认为在白俄罗斯的军队 和白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的一些工农兵 是对波兰构成了风险 现在两个国家 包括白俄罗斯和波兰都在边境增加了军力 没有说是冲突 但是有些这样的对峙状况 好了 接着去到非洲 西非的尼日尔是发生了政变 尼日尼亚是西非的一哥 特大的一哥 尼日尼亚尤其是现在这个盟人总统 非常之争论这个政变 因为她曾经被人政变推下台 每一次她都会徽军打 今次她又说 给了通牒了 星期一 香港时间的下午就是通牒时间到期时间 如果尼日尔的一个叛军 或者尼日尔的一个本来警卫军 推翻了民选政府 如果她还不去放回民选政府的官员和总统 给他们服职的话 尼日尼亚领导的西非的一个经济联盟 将会徽军 声称将会可能是军事选项 去到干扰尼日尔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大家要在那里复杂的 华格纳兵团在那里 华格纳兵团和尼日尔可能已经有了联系了 之余 另外马里和华格纳兵团 马里本身也是军人干净的 华格纳兵团在那里是有这个住宅 而且和军人政府是有联系的 马里也出声了 如果是尼尼亚带领的西非经济联盟的一个军队 去干扰尼日尔 那马里就会参战 这一个西非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这个冲突分分钟就会下个星期初发生 即是说世界局势其实不是 好了 你说是否有稳定的因素呢? 又不是没有 那这个因素就是沙地阿拉伯现在也做了新的名称 中型国家的领袖 哈哈哈哈 大家要知道 你现在开始想到秦光为什么要下来了 开始想到了 本来在去年的12月 当资亿十峰会在印尼举行的时候 赞平去过去印尼 当时好像是排队中共那样 荷兰啊其他国家 现在的领袖都跟习近平见面的 那跟着呢 当呢 回到中国大陆出现了 这个白纸运动之后呢 就开始开放了 那跟着呢 就在三四五月 认为很多国家在连环的访问 荷兰啊西班牙啊 德国啊法国啊 欧盟啊 各个国家去巴西 访问的嘛 东南国都有的 那那个感觉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呢 很强势 而且就好像很成功 那当中其中一个呢 是沙地阿拉伯 巴西呢 都是觉得成功的 那沙地阿拉伯的呢 成功就在于呢 好像中国大陆呢 就跟沙地阿拉伯很朋友那样 搞到 那跟着呢 跟巴西呢 就本来没什么沟通的 那今次劳拉呢 访问了巴西中国呢 好像感觉呢 就是呢 好像跟巴西呢 突然间呢 又用了同样人民币结算 用了本币结算 好像说得很朋友那样 那但是实际上啊 巴西来到中国呢 都没有签一带一路协议的 就是其实都是一个呢 就是平常的访问来的 不过我们就把它包扬了 好了 那突然间 突然间 好像呢 就突然间 不要不能够这样冰白如山倒 可以突然间呢 外交的系统上面都出了问题 先出现了盧沙野 曹元巴闭啦 就是法国的大使啦 得罪了人啦 在那里发癫啦 那你说他没有后台 就不敢说 一个大使而已 没有后台就是不敢胡说的 那很明显的挑衅 这个挑衅的反应 就对中国不利的 好了 接着去到沙特阿拉伯 本身就说跟中国很朋友了 但是他突然间 沙特阿拉伯 就受到美国的目照 就算这个呢 就在哥本哈根举行 那个呢 是乌克兰版本的峰会 就突然间去沙特阿拉伯 也不够半个月通知 而去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 就是沙特阿拉伯的杜拜 沙特阿拉伯就终于发展 他就倒拜了 就是做一个开放一点的经济城市 那在那里就开了峰会 本来就说三十个国家都受邀 而结果是四十几个国家参加 还要包括了很多南方国家 就是全球南方国家 就是本来呢 北京牢牢觉得很好关系的阿菲拉国家 由印尼啦 由这个印度啦 去到呢 就是这个呢 是埃及啦 去到这个南非啦 去到巴西呢 都去了 中国大陆也很去的 结果啊 因为呢实际上呢 太多国家表态去了 如果中国大陆不去的话呢 就其实就逼了呢 中国大陆呢 就是靠边站 或者逼了呢 就是呢 就是边缘化了 因为呢 世界绝大部分的人口 包括南方国家 包括先众国家 包括欧美 包括南方国家呢 都参与了 四十几个国家 虽然说船只有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现在四十几个人参与 只有四分一而已 但是你在人口算呢 它是占了人口大部分的 因为呢 中国结果都参加了 如果不参加的话呢 就变成了呢 就是中国被人拱到俄罗斯那边了 就没得中立了 现在呢 参加了 坦白说 迫着跟了队 那现在 跟队不出声就不行了 因为没有会后声明的嘛 但是呢 下轮会议了 赵连斯基说了 在吉达开完会议之后呢 就轮到秋天呢 就正式开这个和谈了 这个和谈就不是说和俄罗斯和谈了 就是说现在全球的一个很多国家 人口上呢 可能呢 现在你数来数来数来 数来数来 印度十一亿 印度十一亿 中国十四亿 所以印度十二亿 中国十四亿 印度超越人口 也超越中国了 两个已经二十八亿了 再加上巴西 印尼都加了三亿多 那再加上美国 欧洲 欧洲五亿 美国有一亿 有两亿 那加加上 你想想 整三十多亿的人在了 就是整个一半的人都在了 那就是说 那接下来秋天举行 由乌克兰版本的峰会 就会制定了 究竟是否接受乌克兰的十点 是成为全球的一个共通的共识 去和俄罗斯谈判 如果是这样呢 就尴尬了 因为那个十点里面 是包括要俄罗斯 是连克里米亚都交出来 还有要追究俄罗斯 这个军事入侵的责任 那这个究竟怎么发展呢 那中国难呢 就是独善其身 也都看到呢 今次似乎可以见到秦刚 未落 即未走之前 即未被撤职之前 可能已经在外交系统留了警号 不好意思 假设如果秦刚还在的话 那他的外交上面的路线又会是怎样呢 因为现在大家关心过 那个王毅就是回来的嘛 回过来 那秦刚走了 就是因为潘先生上一段的分析就是 因为在外交上面的路线上面 都有些问题了 那现在秦刚回来 人家说战狼回来 那如果他回来 不是战狼了 现实了 现实了 明显现实了 两个现实出现了 第一个现实呢 就是中国现在和美国在谈 就是回访美国 即是王毅回访美国 王毅回访美国 王毅回访美国呢 有一个王毅有一个王牌的 因为王毅呢 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 就是friend一些的 本身friend的 那就是 我回去探望老朋友而已 但是夏威夷就正正在那儿吵架嘛 包括当时 当时再高级一点 共委员 好了 那你说回呢 就是中国其实 不是在战狼中的了 已经是现实版了 那就没有那么战狼了 王毅也没有那么战狼了 那就明显地 中国就将会 在适当时候回访美国 那中美关系呢 可能因为这两次的互动呢 就是说布林肯来中国 和中国回访呢 就可能呢 有一点点解冻的情况 那第二个 那就是中国呢 本来如果你站硬的话呢 是一定不会去参加沙特阿拉伯那个 是乌克兰的峰会的 安全峰会的 那现在去了 那就是李辉去的 那就是中国负责滑船那个 大队长去的 那就是说呢 中国连续第二次呢 就是吴战狼了 现实版了 现实处理 冒实一点的处理了 那我就这么说了 如果你看看经济的发展呢 那你不能冒实的 那现在事实上呢 欧美呢 都在开始消除和中国的订单 那就是虽然没有脱欧 但是呢 那个关系就会疏远了 那中国能不能够在全球南方 或者其他国家 找到足够的代表 或者足够的一个代替 去令到呢 中国可以继续 在经济上发展呢 我想是难的 因为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呢 都是比较呢 就是发展中的 是没有那么多钱呢 去洗呢 奢侈品的 那所以呢 欧美的市场 仍然是中国首选 那呢 也都不想放弃的 现在事实上是弱紧的 那唯有呢 就是呢 就搞好关系了 那我相信呢 其实呢 就近期都没什么 你看到近期没什么的 那无论秦光好 无论王毅好 王毅好 王毅全身上台都好 都没什么呢 就隔空骂那种情况 没什么的 所以我整天觉得 香港政府都出了 那些密码白痴的时候 就是白痴的 就是 可能呢 国家出那个密码 或者国家出那个声呢 声明都没那么强硬 或者外交部 出声都没那么强硬 但是香港呢 就动一下呢 就在那里 中国是想和平一些的处境 去做好一些生意为止 我相信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是应该务实一些的 嗯 你讲回生意啦 大家都关注 你都要讲的那个话题 就是香港的长实 是买佬呢 卖佬呢 卖佬啊 卖到比7年前便宜 嗯 看到长实 看到长实的那个总裁 是不是赵国洪都讲 就是一开始价钱没错 好像讲了一句 就是我听到就是说 那些代理呢 听到那些价钱呢 开心到咸 老闆听到那些价钱呢 傷心到咸 但是你说不是啊 他就讲笑到咸 究竟是怎么样咸 李嘉诚不用哭的 全部的盘呢 买回来的价钱是低的 三千多元尺而已 李嘉诚的那些盘 就是说白一点 发展商呢 本身呢 都是大概三千多到五千多元尺樓而已 在那些插別楼给大家买 无论你包装怎么豪宅呢 或者表现平民都好呢 都是这个价钱的了 而长江呢 就讲坦白了 就本身李嘉诚都沽寒的了 就是坦白说话了 很直接这么说了 现在李泽巨呢 是个情况给李嘉诚沽寒的幅度呢 是好像有些神经病那样的 就是沽寒的 是不是这样啊 你问他10元可能都很大 很难那一只 真的 真的 好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建楼的成本呢 是一向都是偏低的 你看到用的那些人呢 都是便宜一些的 但是呢 他那里是五字头的 5,200元的保地价 但是5,200元的保地价 再加3,000元的一个呢 就是建筑费 那都是讲的 8,200元而已 那再加上1,000元的财务法用 都是9,200元而已 再加上幾百元的消责成本 免成本 都是1万元尺 他如果卖了1万5元尺呢 其实他还是很高利用的 还是很高利用的 所以现在他是讲的呢 赵国雄其实是在笑着行家的 赵国雄一直都串的 他是在笑着其他行家呢 高价抢地 因为就在油堂的上面山 望水上面的高超道那里 那就是 保里集团是9,200元尺抢的 那是山坡地来的 那是有很大的斜坡要维修的 那幅地呢 建筑成本高很多 因为斜坡要做的 那可能是6,000元尺 那再加上9,200元尺买地回来 再加上财务成本 因为他迟了几年 财务贵了 那只利息也高了 那只利息也高了 利己的长江和他的三利己四利 那相差得远了 整倍息 息口有几千元 他卖不到18,000元也下不了楼 那现在长江卖了15,000元 几乎是割了他 割了他 基本没办法高长江价 只是向下而已 因为当长江开始了夹 就是开了一个潘达拉的盒子 其实就回了沙士年代 有些人误会的 我想是经纪 很喜欢挑衅 他说这些白痴的 什么时候会回到沙士 沙士多少钱 那时候沙士香港多少钱 你猜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在买楼 我怎么会不知道 沙士的时候 港警峰也是4,600元尺 港湖是3,000元尺 后来跌到2,000多元尺 这个怎么会不知道 说不是沙士的价钱 而是说气氛 气氛第一 第一是大家供楼能力 第二是发展商是没有办法 不便宜过另一个发展商 没有办法 不给多个优惠的另一个发展商 去吸引买家 买他的盘 那就是说 每有新盘出来的区域 价钱将会更加进一步下跌 而二手市场更加冰封 这个就是整个沙士的现象 而发展商是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买家呢? 就会想尽脑汁了 除了减价之外 减价之外 减价的人减到麻木了 接着就会用 容易上车 免工免息 零首期 可能18个月不用工 24个月不用工 接着再加上送车位 送装修费 送离人费 用这样的形式去吸引买家 这个就是沙士时代的情况 沙士时代的开端 就是大概有两万个团职单位 那就是团职发展商 买不到的单位 是高达两万个 你说现在知不知道有两万个呢? 填土厅的资料是一万八千多 一万九千个 但是你知道假象的 在林郑岳时代 他容许发展商去团土地 以及团职空置单位 当时发展商买不去的时候 他们会将单位捆绑式 就说用招标形式卖出去 其实就是由A变成B公司拿着 其实单位没有买到出市场 没有用到的 只不过是在田中间 看见好像卖了一样 好了 接着他有没有探订 你不知道的 他探订了就等于没有卖过了 好了 没有人会再说的 中原指数不会说他 回头追回探订单位 英国有个明星仔 五千元买在浩文 说完了 中层单位 楼上比他便宜 白痴的吗 买一个 接着他便宜了 他便宜了 他便宜了价钱 中原指数便照计 那时又升了 接着他宜了 那时又不会跌回 不会改善回 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是游戏来的 假象来的 所以最近中原指数在升 连升了两个星期 楼价升了两个星期 你说奇不奇怪 好了 接着长江开了潘多拉盒子 就会出现了沙士时期的竞争 即是发展商一定要减价 一定要优惠 送一些东西 或者容易上车 或者免饰免工的时间 去令大家上车 所以简单说 第一个疑问 尝试解答什么疑问 去看看现在的楼市 第一个 现在应不应该买楼 有些人就说 有谁买长江的 现在状况的楼 会赚到钱的 有人这样问 用这个设问 他就会说 你强于福建帮 买了中环中心 四百多亿 吞了中环中心 吞了钩 钩电 就是输得哭 好了 其实在沙士时期 在沙士之后 买长江楼的都是赚的 长江很简单 只是讲一个港警风 在九龙公园的后面 全部无敌海景 整个单位都无敌海景 十多楼 十楼要望海了 前面呢 就是一个大公园 永久的 没有人阻止 那个贵名 摆明贵的东西 摆明漂亮的东西 没有人阻止的 港警风 买了的都是笑的 你只要买了之后 一两年没死 没扔掉单位走 你继续供多十年左右 七年到十年左右 已经断倍地上升了 所以你说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 买是一定输呢 可能会不是买到最便宜 还可能跌 但是说你跟着 升的机会大 其实长江也串了大家一句 就是说过去的三年 就是李泽巨说的 过去现在是过去的三年 买楼最佳时机 他说得很对的 他只是说现在 和过去三年的时间而已 过去三年买的那些 他每一次李嘉诚 那些记者问他 他都说量力而为 他没有叫大家买楼的 他叫大家量力而为 供得起才能买 意思就是说 你承受到跌幅才能买 那就是过去的三年 那些发展商强行推楼市 强行做些假象 林郑和陈凡的两个仆街 是包庇发展商去炒楼 去找大家钱 骗大家钱 结果呢 就撑足三年 这三年呢 过去的三年 根本一早应该跌了 没有跌到 好了结果呢 就是大家买贵了东西 而过去买的那些就虚 而新买的那些可能呢 相对试的机会是 不是没有 是相对小 因为价值几年之后会升回 好了第二了 那就是买不买这个油塘呢 就是这个问题了 嗯 我重复一下 不好意思 你觉得现在买贵呢 都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现在好过 真是好 他说得对啊 好过两三年前 如果你有闲资 不是啊 你刚刚的了 如果你有闲资 譬如你拿着三四百万 三四球在那裡的 你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习惯 现在你拿着三四球 很多人已经扔了它 去美债了 收四尼息 收四尼几息 是不是 那你觉得四尼几息 我都不要的 那拿着四球现在现金的 不如你就真的 买楼很简单 你现在长江的计划 漂亮得不得了的啊 15000尺 那你七八尺就已经三房了 那你真的1100万 1200万你就买到那单位 接着呢 120万首期而已 120万你看三年啊 供三年净息啊 只是供息而已 不用供本啊 下一年供一厘息 第二供二厘息 第二供三年息 你只是当倒注而已啊 就是扔了八二万下去 看一看三年 接着呢 每一年呢 你都是扔少少息而已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做吧 这些是不是啊 三年之后 我卖都要赚了 起碼三年在那裡 就赚了八二而已 是吧 那你扔到股市也输不少啦 你以为阿里巴巴的腾讯 去年的三月五月输得很糟糕 是不是 就是 简单讲了 那就是 真是直博的了 那当然少少赌博 但是直博 好了 接着你说 游堂直不直博呢 游堂呢 就难说些了 因为游堂呢 现在讲的游堂湾呢 是近一些地铁站呢 是讲了六千二个单位 将会起的 游堂湾还有一个呢 就是盐仓 还是冻仓呢 又会起 那附近地铁现在正在起 这个呢 就是通风流上面 那就是那里呢 那里呢 只是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十五分钟布城的呢 都可能呢 有八千个单位在供应中 将会 而呢 长江的单位 这个盘呢 是远离地铁站的 是远离的 那就限成二十几分钟的 那就比起现在 就是 靠着游堂湾 靠着地铁站那边 近远很多的 那如果你说呢 那个价值呢 它实际上是真的 就是偏远一点的 和地铁站呢 是无缘的 那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嗯 所以大家要想签想签了 嗯 嗯 八字眉呢 就加李嘉诚呢 就夹击拖低楼市呢 不是 我觉得我大胆说呢 李嘉诚是在兜巴星内 八字眉那里 嗯 兜巴星 现在摆明兜一拳打过去的 打过柴茂波 或者这么说 其实发展商呢 之前呢 如果大家要留意呢 是不断经过地产建议商会出来 叫政府花减辣的 是不断说的 政府每一次都强硬说不会 第一时间出来说不会 那接着呢 今次发展商都不说那么多了 我现在直接给你看看效果是怎样 现在楼价呢 随便跌两成 我看看这些政府怎么过 政府呢 印花税呢 冰封了 大家成交少了 印的楼价就低了 印花税就暴跌了 那无论呢 现在呢 股票印花税呢 上次加完税之后 搞到跌了啦 只剩下130亿啦 现在楼价在印花税呢 都减了的话呢 政府真的成了屎的了 那一刻呢 你只想呢 陈茂波和老母子都想的了 怎样发债 银债、陆债、金债、什么债 彩色债 什么债都好 用个名字出来就说债 伊斯兰债 勸了它已经想出来的 不单是想债喔 现在你这样说 就是香港的楼价这样 就影响了库房 影响库房 那会不会加税喔 这个就是现在呢 坦白说啦 当然我不能够代李嘉诚这样说 但是李嘉诚这样做法 或者李泽巨这样做法 或者长江这样做法 其实兜拳就打到政府那裡了 兜拳就打到政府那裡了 这次不给面子的了 你还在那里白白痴痴 整班都躺平 都不知道做什么 现在很简单 我一脱打一下 看看打不打醒你 现在呢 就不只是印花税少了 税收少了问题 少了少了 你借钱你还不还得到呢 你其中一个呢 不用还的就是收税 那就是说呢 下年不用说了 下个立法会长年度 肯定谈加税 不用说了 都不知道 路都很清晰的了 那接着呢 大家都更加不满了 经济搞不好 还要给多些税 那怎么搞呢 就是整个市 香港被你搞死了 那你以前看回 就是孙明洋 就是一些这样的 就是殖民地流下来 非常之呢 就喝着红酒 吃着烧鵝饼 跟你说话那些 很优游的 他都有什么 酸九招 酸八招 我记得那时候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陈茂波在楼子上面 不会拆什么招的 辣招 那些人的脑袋 根本不会想明天 他今天说完之后 明天改了 我告诉你 我一个月内包他又出招 包他出陈茂波八招 陈茂波五招 包他出 不出死都可以了 加水都没用 你现在说什么发债 你一定有人买你的债 你这个很聪明 你不断发债 是不是真的一定有人买你的债 发债你是不是先还到钱 你不断发债 你搞出另一盘数 是不是等于完了这件事呢 不是的 嗯 还有两个话 看看你讲不讲 我们时间就差不多 我先提给你 第一个 你只多4月份 香港政府财赤348亿 政府财尽 儲備只剩8000亿 第二个就是 那个2025年就用完那个光塘 216亿公帘要去建 可能现在就没什么钱 不知道能不能建 接着就是现在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甘俊少少这个钦鱼 真是解火了 真是它伤好在背上 近乎入了骨 就连这个钦鱼 就很伤身死在香港的海上 这个就不要中他计 我真的不会中赤展环的计 是 这个赤展环 你这个解火 要不要等几个月 现在就找海洋公园出来乱吹 海洋公园就帮他做喇叭 在那儿试口风 或者放完口风之后 就慢慢等事情昏微 让大家不要记得一件事 为什么解火了几个月 你说结果也有点奇怪了 现在说要送去外国检验 要外国的测试 才可以检验到那些菌或者细胞 就是拿来搞 甚至你一开始看他爱衣 你爱伤 你都知道伤到那个骨 伤到那个背脊 我又不是很信伤到背脊就会死 我不信 伤到背脊就会死 伤到背脊如果流流血 就会死 你给个死因报告解释 为什么伤到背脊就会死 之前已经两划了 第三划就死 两划就不死 两划就三划第三划就死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死 现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来多余的 我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我其实觉得要等于铊鱼 在善中 让它全尸走 现在我只知道 那些人乱戒戒了一一一一一一 连它们铊骚都撤出来 什么事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是不是想去海洋公共做标本 放得明白了想拿牌骨 放得明白 想拿牌骨 就写一个比较好的故事 但是我想说 就是香港政府不要对香港是白痴 不要对所有香港人都有金鱼记忆 不要想着拖几个月 大家就不记得 出来试一下口风 好像李顿件事那样 罚他四万 看看大家怎么样 有人吵就少一下他 这些是多余的 好了第二 讲西九呢 西九其实是特别的 大家记得林郑月娥临美 知道自己没得连任的时候 就立刻放在外仗 逢情就到西九拿一桩 记不记得 接着西九了另一件林郑货的 就是林郑的牌坊 就是那个故宫博物馆 好了 李家超刚刚在故宫博物馆起钉 就在故宫博物馆里面 搞了一个香港不知什么 就是李家超自己大肆宣传的 就是把林郑的故宫博物馆 这个牌坊 就是去林郑化了 第二 逢情呢 本来就是我其实非要写了 他已经求救了 说没钱了 接着呢 不用说了 政府就是你打个电话 少了他之后 你不用旨意拿钱了 简单讲的你不是我的人 林郑那就是林郑拿了 是不是 好简单的 你也不是我那个系人来的 整个西九都给你了 你要乱来吧 你没有钱你起什么 我都不怕你了 好了整件事就这样了 今天逢情就说 不怕我现在自己可以自负盈亏的 不过要说了 都是林郑搞出来的 西九为什么搞到没钱了呢 当时在M Plus的时候 新枪就财赤 接着呢 西九就直接就代新枪出粮给判头 那时候判头呢 是全部都基本上呢 很多人呢 不要说全部了 就去地铁道呢 那个西九站那里打卡 那个工程的打卡 接着呢 又去M加那里打卡 结果呢 给代工呢 一个月一个月 一亿一亿这样给 那十几个月给十几亿出去 那里呢 其实抓人封艇呢 我想几百要被人拘捕 那个特大贪污案 来到现在呢 都是不得了了之 有去抓人的 不是没有抓人的 但是现在不得了之 那当然啦 廉政在查的 我不能再说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 怎样去查什么了 但是简单说 那里呢 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的 那就是呢 西九自己浪费钱的 是硬着浪费钱 接着去到金门L2 一样的情况 为什么金门L2 会延连年纪的 不用追究金门的 不用罚他钱的 不用LLD的 是要罚他的嘛 那为什么还要补钱给他呢 这个就是了 为什么你的钱都拼了呢 就是逢情宿意 就是因为你没有管不好 就是这样 我想讲多一句 那个乾月啦 那个乾月死了 那谁有权利是决定要解剖他呢 有没有可能他都死了 你说被他善终 用了什么方法 把他安撞了 给安撞下香港人那个 伤心的那个心灵啦 那你现在要把人吊得那么高 那个尸体又腐烂了 你把他解剖了 把他整个骨一肉 拆掉了别人 那现在你说要几个月才有结果 那现在怎样呢 现在几个月之后 你发现结果 那时候大家都对这件事不关注 都摸了一件事 然后你拿了棚瓜 放在海洋公园那里 作个标本 大家去 哇 哇 那他又有助手啊 现在最悲哀是这样 香港人就是 坦白说我也是香港人来的 我们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 不可以呢 下下两三个月就不记得一件事了 这很简单的嘛 大家记得呢 有一个片呢 大家可能全部香港人都看过的了 在北角半山 那就有一个吊船 牛下牛下之后跌下街 两个人跌下街死了 大家看到是不是 很深印象是不是 大家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发生的 又在塌天秤炸死了三个年轻人 那个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家记不住的 很快大家就模糊了 这个人像 这个就是最不好的地方 现在香港政府最终要用这一点 就是大家几个月之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无论MIRROR件事 就是塌平件事 无论就是 现在情愿件事都好 香港政府都是同一个态度 就是拖你几个月 拖大家不记得之后 再放一些风出来 试一下口风 试一下风向 没有人有记得了 哦 随便出个报告归案 地铁也是这样的 地铁很喜欢这样做的 每次撞到车 发生事故 它都是不出声 几个月之后 半年之后 大家记不记得了 就是这样了 你现在怎么生气都没用的 我说半年之后 大家就不报道 大家就不记得了 接着半年之后 大家就不看了 就是这样了 唉 没办法了 说到这些 这个我们也贊价 我们也贊价 说到前面都有一些伤身的 因为他来到这儿 就当杀了鹿 跟着就在这儿 收去过生命 我希望不是自己挖口 现在发现 就是在这个 就是东北发展区 要填的鱼塘里面 是有欧亚水泥 水泥 是什么来的 我都不识这些专业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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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香港的 香港东北边 是有水泥的 好了 现在有水泥的地方 它又填了鱼塘 就是赶尽了水泥 没有妻生之地 水泥呢 现在曝光了 香港原来有水泥的 水泥是否危险呢 又或者我们应该 保护一下水泥呢 这个要想的了 是啊 听到这些都不开心了 始终人家是大自然的生活 人家去羞辱人家 令到人家没得生存 这些真是 好像这个鲸魚来到 这个香港的海上面 它来换夜市 那么浅海区都换不到 因为我们的虚荣 因为我们的虚荣 喜欢打卡 近距离打卡的虚荣 因为我们的无知 我们的八卦 就杀了鲸魚 那就当然了 收到鲸魚可能是渔船 都没有用的 因为现在每晚发觉 很多渔船在那个海域作业 那些渔船是否大陆渔船 香港的渔船也不知道 大陆在休如期的 那些渔船就连香港的海 牛尾可以作业 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嚇到鲸魚 没得休息 接着就是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第一是没得休息 第二我们不理解 它这个生命 它对食物 它的身体可以维持多久 如果它在香港的海上面 飘二十多天 但是它是没有东西 如果一个月一天 没有东西吃它会怎样呢? 我们感觉它在香港没有东西吃 但是在大陆渔船 在同一个海域捞鱼 那就是有鱼 没有鱼它就不会捞 晚上开鱼灯就捞鱼 第二就是 鲸魚如果没有东西吃 那有些文件是这样写的 那些我不懂的 我只是看来说而已 那些鲸脂 就会很快消失的 就是鲸魚的表皮下面 有一股鲸脂肥膏 如果一天一不够吃 就会先消耗肥膏的 那就没有鲸脂了 但是那天大家看到 就不是腐烂的 是鲸脂流了出来 就是它破烂了 而流了鲸脂出来 它有鲸脂的 所以它当时应该的处境 是不是肚饿的